Hello 各位 你们好 今天我介绍和大家一起做一个甜品 需要用Mascarpone Cheese 如果是意大利不读就叫Mascarpone 如果是英文就Mascarpone 这个Cheese最出名用这个Cheese做的甜品 叫做Tiramisu Tiramisu 我相信很多人都吃过 而它的来源地当然就是意大利 而它的名字其实很多人都有介绍过 它可以叫做Leave me up 就是拿起我 或者是Pick me up带我走 或者是Cheere me up令我开心 所以吃了这个甜品也会令人有开心的感觉 首先我要介绍材料 我们去看看 先做咖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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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如果不用这一款芝士 可不可以转其他芝士 我可以回答你 这个甜品你一定要用这一款 不一定要用这个牌子 但一定要用这一款芝士 这一款芝士 我试过用Cream Cheese来代替 但质地和味道是完全两样的 它会有酸味 而且不太酸味 所以一定要用这一款芝士 另外介绍就是要有 另外这个 就是介绍其中一个 在这个甜品里面 就是中间另外还有一个灵魂 除了咖啡之外 就是酒 其实很多人 你家里也有点酒 其实你可以用的 就是你可以用普通 做甜品都会用的 Rum酒 可以 家里有Brandy 即Brandy Brandy 可以 而很多人 在北美洲 我们多数会用 这一款 Core Color 这一款咖啡味的甜酒 可以 而在 意大利 它就会用 这一款 Masala 这一款酒 这款酒来做 这个甜品 所以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酒 我三人都有 另外 再介绍另一样东西 就是 手指饼 你可以自己做手指饼 也可以就这样买 那我就买了一个package 的手指饼 希望可以做得到 我用了一个package 的手指饼 希望足够 这样 是的 还有什么 还未介绍呢 还有就是用具 再具 你可以 我这个不是蛋糕 蛋糕 如果是Tiramisu蛋糕 你要加鱼胶粉 我这个是没有加鱼胶粉的 是classic classic的Tiramisu 不是一个蛋糕 它算是一个clustard类的甜品 意大利 因为我们中间包含了蛋黄和蛋白 这几个元素 所以这个是一个clustard类的甜品 所以 很多时候都会用玻璃的再具 我没有一个大的很漂亮的玻璃架 我就用一个这样的玻璃盆做 甚至乎 如果你在家里用其他的cheese cake的模 做也可以 这些cheese cake的模 做也可以 可以 圆形方形的遮瑟尖变 这样 好 就介绍到了 今天我就会用这个 来栽起它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 好 首先呢 我就要把蛋黄和蛋白分开 然后来 这样就有一块蛋 托了 我可以分开 再来 还有,这个甜品是用来生鸡蛋 所以要留意,要确保鸡蛋是新鲜 不怕生吃 首先,要分成糖 需要1.4杯糖 另外1.4杯糖分开 放在咖啡和蛋黄上 3个蛋黄,放1匙匙 砂糖 然后再加热水 在这个时间,加热水来打蛋黄 就会消毒 让它吃得更安心 先煮滚水 水煮的时候,可以打定蛋白 现在加热水煮 再加热水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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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蛋白开始起泡 然后,把1.4杯糖分开 把蛋白打起就可以了 再加热水煮到浓稠的淡黄色 再加热水煮到变成淡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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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刚才的黄色变成淡黄色 今天我会用这一种咖啡酒来做 在这个时间可以放一点点的绿色 在这边放一点点的咖啡酒 然后放一点点的咖啡酒 我大约放了一个大小匙 继续拌均匀 你家里如果有贝莉都可以用 你喜欢不同的酒都可以用 在这个时间我需要做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混合完全放冷 因为我待会将其他的奶油和蛋白 所以要放一点点 所以这个就要放一点 稍后回来见 蛋黄打好之后 我们刚才就放了 一些芝麻和咖啡酒 现在呢 我再放了今天的主角 就是Mascarpone Cheese 我已经把它放置了室温了 一个小吃 然后把它打匀 然后把它打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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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做蛋糕,要加魚膠粉,在這個程度可以加 現在我們就放開 我現在就開奶油 打奶油 打奶油 打奶油的份量也是你喜歡放多少 最少是半杯,最多是一杯 我放了三杯 打奶油 完成了 它也是軟軟的,好像軟雪糕的質感 你喜歡的話可以再打緊一點,但我喜歡做甜品在裡面的,我可以用軟雪糕的質感就可以了 在這個時間,我們就可以組裝蛋糕了 首先,我把四分之一杯,你怕多的可以不放太多 咖啡酒就放進咖啡那裡 我這裡的咖啡大約有一杯 剛才打奶油的時候,剩下的糖,我都放進咖啡那裡 這個咖啡溶液裡面 然後就可以把它倒出來 倒在一個碟裡 這個 這個是一定要預算多的 沒有預算 即是預算多了 所以你不用怕,好像有很多咖啡那樣 我不是一定要用光 好 然後呢 首先呢 就是要把我們這三樣材料 這三樣材料拌均勻 首先呢 我把蛋白放少許放在那裡 拌均勻 另外呢 如果是最傳統的方法,就是三樣拌均勻 這四周呢 有些餐廳呢 就是蛋白和蛋黃這個醬就拌均勻 最後呢 就是鋪好了之後呢 最後呢 才把乳酪放在上面 再撒上朱古力粉 那我就想全部拌均勻 在一起了 這樣呢 這樣呢 就是將油的底部拌均勻 拌均勻 拌均勻 好 之後呢 我就可以把忌廉放進去 其實呢 你喜歡的話 可以再把咖啡酒 你也可以再放進去 但是呢 我覺得呢 因為那個 Tiramisu 其實那個靈魂 除了咖啡之外呢 就是Mascarpone Cheese 所以呢 我呢 就盡量放了好少 剛才只是放了一個茶匙 這樣調味 這樣呢 我想呢 主要呢 在這裏呢 就可以吃到Mascarpone Cheese的味 到它 它 加在手指餅裡 咖啡在手指餅裡 咖啡酒 和咖啡在手指餅裡 那裏呢 就 又有一種味道 然後 它們一起在我們自己的口裡 再加上 再加上吃 我覺得 會比較好吃 看到我們起到一大盤了 這樣呢 所以呢 OK了 好了 那我呢 就 好防這裡 一個這麼大的盤 那我這個 這個 容器 所以呢 我就 摸多一個小的盤子 在這裡 預防萬一 那現在呢 我就可以 做了 用手指餅呢 我建議 就是要快 千萬不要放進去浸 然後放進去 因為它真的會 因為這個手指餅 它的空氣成分很高 它呢 就很吸水的 那如果你只要放進去 它會整個縮 轉了 所以呢 就不好了 那首先呢 很簡單 將它 蘸一蘸 我們就好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把 放進去 鋪一層 我們可以借助這種 一種 offset的 spatula 幫忙 之後呢 我就等一等它 等到它呢 希望它 下面 黏緊 你看到 在旁邊 即是那些 空氣 我亦沒有出來 撕緊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可以繼續 放下一層 再鋪滿它 那我們繼續 把它呢 鋪滿它 我們可以 鋪滿它 可以 expand 到 到 铺平后放入冰箱中冷冻两个小时就可以了 是否很方便呢? 吃的时候,这个不是切的 其实是像拌冰箱或甜品般拌出来 做好了,我放入冰箱了 回来了,冷了两个小时后 铺平后就已经做好了 放入冰箱中,只要把巧克力粉 放入冰箱中,就能吃 另外,因为冰箱很漂亮,我做了一个四方形 放入冰箱中 先放入冰箱中 你喜欢的话,如果有冰箱的图案 可以放入冰箱中 然后,它就好像有花纹 如果不喜欢的,最普通的 就像我这样 将可可粉 放入冰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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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黏巾上面 然後把它移出來 我這個是脫底模 類似芝士蛋糕模 那些 邊的可以多灑一點 待會可以 抹桌子 然後可以移動 OK 你們看看 旁邊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一層 小小 朱古力粉撒多一點也不要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一盤這樣 拿到朋友吃飯 在家裡現客 這樣很好看 你喜歡的話可以放不同的生果 就放在上面 因為家裡吃的